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如路易如电,应作如世观。 请先开简本第170页面,第7号, 从诸节第9段看起。 吴运六根,山河大地等一切法, 皆是唯心所造。 佛灵一切法不因著者,是千禧分别职者取向之病。 佛灵一切法并不相干。 这个年小段意思很深,也非常重要。 上一次,因为终点到了, 这个意思没有能说尽, 因为这个意思对我们修学关系很大。 不能不利用这个时间,再做一个简单的补充。 第八端里面,讲到五十来习气之身。 这一句,我想我们每一位同修都会深深地感觉到。 � veure,所以看我们够不知 tego anos展示我不会深深� efect, 我们想我们的教肯不靠躬起了一个简单。 虽然我们闻到佛法 不仅仅是短时期的闻 有人学佛已经学了几十年了 甚至于学到五六十年了 习气毛病还是改不了 哪一个不知道这是妄想 这是虚妄 可是个妄 它不能停止 还是要献钱 看远不息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麻烦 因此我们功夫就不得力了 功夫不得力了 也就是说得不到佛法真正的受用 实在来说 这也不能怪 无时来的稀奇 实在讲我们现前没有认真去用功 如果认真用功 多少会产生一些效果 那怎样才算是真会用功 就是此地讲的 一定要在齐心动念出 提起观照的功夫 什么叫观照 这是佛学名词 我们乍听 听不懂 不但乍听听不懂 老修行也未必懂 观世观念 照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 也就是说 齐心动念的时候 自己很清楚 很明白 那你就有方法 把你这个念头控制住 而毛病吐在什么地方呢 齐心动念的时候 没有意识到这个念头 齐的是什么念头 念头从哪里来的 没有意识到这个 这就是不会用功 江维隆就是在此地 提醒我们这个照 一定要在齐心动念的时候 就不迷惑 清清楚楚 明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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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头起来 这是绝招 绝招之后 要把那个念头 转过来 那就是功夫 怎么转过来呢 我们学佛的人好 都把它转成阿弥陀佛 一个念头起来 大妄想 知道了 知道这个念头起来 把这个念头也转过来 想阿弥陀佛 这就对了 想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为什么要这样转 我想 这个道理 大家都应该明了阿弥陀佛 金刚会上也讲得很多了 佛告诉我们 一切话 从心想身 想佛 就成佛 念佛 就成佛 为什么不把念头 转成阿弥陀佛 一切佛中 弥陀佛 第一殊胜 你看 世尊 在无量寿经 对阿弥陀佛的赞叹 光中 极尊 佛中 之王 这就是 我们为什么不念别的佛 为什么念阿弥陀佛 为什么不想其他的佛 要想阿弥陀佛 因为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 这个理由 很简单 很清楚 成佛 要成第一殊胜之佛 就成阿弥陀佛了 佛法 跟其他宗教不一样 其他宗教 唯一的一个真神 上帝 你是他的信徒 将来到天上去 你总不能做上帝 那还得了吗 可是 西方极乐世界 不一样 希望你们到那边去 故故都成阿弥陀佛 这个话不假了 我说这个话也有根据 根据什么呢 阿弥陀佛 四十八月 你看 凡是王生 到西方极乐世界 即使 凡圣同居途 下下平往生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面貌跟阿弥陀佛一样 那你不就成了阿弥陀佛了 智慧 神通 都跟阿弥陀佛一样 这个世界 叫平等世界 阿弥陀佛没有机会 到西方极乐世界 不能跟他一样 那就不是阿弥陀佛的本愿 这时念头要懂得怎么转 词地这个象 向星云上反观 就是这个意思 恐怕大家看到这一句文 不知道怎么下手 就是在起心动念处下手 把这个念头转过来 实时转 初初转 一由念头就转 这叫真用功 这叫真正会用功 果然这样用功法 你如果要问我 法子要多久 才会有成绩呢 我告诉你 根性力的人 所谓根性力 就是烦恼情 对于一切法 比较能看得开 不太计较的人 这就更新力 三个月见效 更新顿一点的人 烦恼重一点的人 六个月就见效 不难啊 很快啊 你说我已经念佛 念了好多年了 还不见效 试问问 你是不是这个念法 是不是念头一起来 马上就转成阿弥陀佛 你要不是这个念法 恐怕再念几十年了 你的功夫还是不得了 这就是宗门里头常说 不怕念起 只怕咀嚼 念头起 不怕咀嚼是什么呢 转啊 一咀嚼就转 就把它转成阿弥陀佛 想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就对了 这是这两句的意思 所有持戒修福 六度随便 弥陀 静静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离开四胸 不离开四胸 佛在本经教给我们修学的纲礼 是无助身心 无助是心里的 干干净净 除了想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之外 没有一个忘念 没有一个杂念 这叫无助 身心 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极乐世界去 我们的生活还离不开这个社会 大众必须要身心 身心则不住空 无助是不住有 这个六道 身心世界一切都不住 不住有 所以身心不住空 为什么要持戒 佛法 总的来说 不外乎自心化他 上求下化 无助是上求 身心是下化 持戒是给一切迷惑颠倒的众生 不知道回头的众生 给他做一个好样子 做一个好榜样 叫他众生 所以底下 修福六度十页都是 自心即是化他 化他便是自心 这不能不修 不但要修 更精进 弥附近就更精进 一 历思 二 练习 在一切 人事环境上 物质环境上 练习 练什么心呢 练一切方向 练一切不执着 练无助 练这个心 练神阿弥陀佛的心 神这个心 若打得念头死 念头就是忘念 妄想分别之处 我们用一句阿弥陀佛的 所有一切妄想执着 都把它打掉 这一切分别执着自 自自然然 就断掉了 不用断了 自然就没有了 这是金宗法门之殊胜处 要不要断烦恼 不要断 不断 自己断 而相知有无 我更不关心 外面这个境界限 有也好 没有也好 心都不沾染 心都不住 所谓是相遇非相 念遍遍解离 念遍遍得不住 是以理念为理想之究 理想的功夫切 理念的功夫深 理想未必理念 理念一定理想 理想是不是外面像没有了呢 不是的 外面像还在啊 哪里会没有呢 这底下这一段就说这个了 告诉你 五蕴六根 这是讲的身相 五蕴是色受相心事 这个是能造色相的材料 六根呢 就是所造的色相 言而逼是神意 这是所造的 无蕴是能造的 好像我们今天讲的材料一样 能造的 这六根就是根深了 所造的 这是说自己身体 我们自己身体以外 山河大地 我们依靠生存的 山河大地 说了这一句 就是把情与无情 全都包括了 一样都没有漏掉 统统包括在其中 这些东西 究竟是什么也会死 从哪里来的 怎么发生的 这个是大问题 自古以来 多少聪明人 在研究 在探讨 一直到今天 也没有一个结论 出的书 到不少 都是假想而已 想象 以为是这样 不是死实 佛把这个死实真相 现在跟我们说出来了 解释为心所造 佛在华言上说了 社法界一正壮严 就是此地 前面这一句 为心所心 为时所变 心能现象 心是体 有体 当然就有作用 作用是什么 作用是现象 所以 相 不能灭 相是决定灭不了的 但是这个相会变 怎么变的呢 随着你的念头变 如果你念头没有了 所现的那个相 就叫做真相 那是真的 你也起心动念了 就把那个相变了 这一变了 那个相就叫妄相 相随心转 有一些同学 就常来问我 法师 我家庭有问题 身体有问题 不健康 问我怎么办 有没有办法 有办法 求佛菩萨保佑 那是假 那是迷信 佛菩萨做不到 大经上常讲 幸福众生 三无差别 这个力量是相等的 佛固然有法力 但是你有业力 你的业力足以能够抗拒佛的法力 叫佛的法力不起作用 你说业力不得了 经上常讲 业力之大 能抵循你 地藏经上说得多清楚 业力不可思议 你今天种种不如意 种种不自在 什么原因 你自己的业力 变现 这境界是你自己变的 皆是违心所造 你不能冤天尤人 自作自受 那我想把环境改好一点 行吗 还是这个道理 只要你心变了就行了 念头也变了 环境就转了 我要身体健康 我天天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金刚不坏神啊 你们查遍大战经 哪一尊佛生病了 没有啊 哪一个菩萨生病了 没有啊 他为什么不生病呢 他心里健康 他心里头没有妄想分别之主 所以他不生病 他的相貌圆满了 身体细胞组织正常 没有人破坏 没有人破坏 破坏我们身体组织的 就是妄念 而念头里面最可怕的 就是三毒 三毒呢 贪嗔痴 贪嗔痴念头强烈 这个身体怎么能不生病 这个身体怎么能不生病 一定会生病 你要问这个 所有一切众生 无量无边的病痛 乃至于生死轮回 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就是贪嗔痴 三毒烦恼 所以佛叫一切众生 修行 先要把三毒烦恼拔出 恢复到你身心的正常 你的命运统统都改了 很多人喜欢算命 命是果 你要说果从哪里来的 果有因 因是你造业 你造善业 你自然就得好报 就得善报 你的命就好 命好命坏 活必要人算的 自己算的比别人算的准 这个要知道 所以 我也常常劝大家 修四好 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思 做好人 我们人人都能修四好 你的身心环境 通通都能改过来 自然就读好了 这是晓得 一切伪心 佛领一切法 不应助者 是千奇分别 执者取向之宾 佛在经上教给我们 应无所住 二身其心 无诸 不但法相不能诸 非法相也不能诸 为什么 这样教导我们 目的是叫我们 把这些分别 执者 取向的毛病 把它除掉 放下 由此可止 佛将我们立相 不是立外面的相 外面相怎么立 那个不能立 立不掉的 佛将我们立相 是立我们 心里面 直取的 那个相 外面的相 实在是 与我们修行正果 没有隐碍 正是大经上所讲的 离四无碍 四四无碍 没有隐碍 隐碍在哪里 隐碍是我们的心 取着向 那个隐碍 这个话 诸位如果听了 还不是明白 我都再说起一点 智取的像是什么呢 我们一般讲 你牵肠挂肚的那些像 所以心里头 决定不能有牵挂了 有牵念 有挂念 哪个麻烦才大呢 如果你要挂念你的财富 要挂念你的地产 这贪财呀 你要挂念你的亲人 叫秦职啊 感情的执着啊 这种心 就是千长挂肚的心 叫做轮回心 那么你所造作的都是轮回意 你怎么能出得了 丢到轮回意 佛教给我们 把这一切忧虑牵挂 统统放下 天下本无死啊 天下是与我都不相干的 既不相干 哪来的妨碍 没有妨碍啊 所以应当统统放下 放下之后 你的心清净 你的智慧也升起来 清净性起作用 就是剥落智慧 这个佛教我们 不应注着 是说的这些 不是外头一切法 外面一切法 并不相干 那个没有关系 取向之病若处 在内耳无孕 外耳山河等一切法 便如楠言经所说 行事妙经民心 信经民体 这个引用得好啊 妙经民心 信经民体 前面一句是讲作用 妙经民心是讲用 讲作用 信经民体是讲体 是讲我们自信的本体 自信的作用 没有一点迷惑 也没有一丝毫的毛病啊 用现在的话 究竟圆满的健康状态 闷一点病态 自信 信得圆满的险情 论言经上 这两句话 就是这个意思 此法法 戒如 之真是意 底下 这个一段经文 要跟我们讲的 法法 戒如 一切法 是法相 相如其信 性如其相 性相不二 性相一如 法相 哪里有毛病 没有毛病 由此可知 所有一切的病痛 都是从妄念身 妄想身 所以打妄想 非常可怕 祝福福菩萨 他们心目之中 打妄想 才叫真正 苦力明珍 我们想想 我们打不打妄想 一天打了多少次妄想 这个不得了 所以佛眼睛看到我们都是 苦力明珍 用什么方法不打妄想呢 想不打妄想 也不行 偏偏要打妄想 这就是千变见了 五十节来的心器 断不掉 唯一的一个办法 就是念那头佛 你不念佛 不念经 准打妄想 这个就说明 这个经不可不读 佛不能不念 为什么要念得那么多 其实 在离上讲 不必要念那么多 念那么多的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妄想太多了 不念就打妄想 这个太可怕 用佛号把妄想换过来 是这么个意思 那么经 读经 跟诸位说 念一步经 念佛 念一尊佛 你要问为什么 因为这样 容易把你的妄想打掉 你要念念这佛 念念阿弥陀佛 又想观音菩萨 念到观音菩萨 又想阿弥陀佛 你看 你的妄想还在啊 你还是去不了妄想 固然你念佛 念菩萨有福 福不能救啊 这个是六祖慧能大师 在谭经里面讲得很明白 修福不能救啊 不能救你出六道轮回 你修的福 可以在六道里享受 你出不了六道轮回 不能了生死 不能出三戒 了生死出三戒 一定要有能力复返倒 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打掉 那么由此可止 念一尊佛 念一步经的力 能够很快受到效果 你念许多经文 说到的话 总免不了要打妄想 这个东西很可怕了 诸诸位要晓得 那么你要是问我 我讲净土几步经典 这一次又跑来讲经干经了 你不是也讲得很多了吗 我老老老实实地告诉你 我没有讲经 如果我要讲经 也就要打妄想 有一些同修 心细一点看出来了 我讲这个经文 我没有预备 我没有想这个经文 我并没有想到说 今天要给大家怎么讲吧 没有啊 讲完之后 你问我讲些什么 我完全不知道啊 我从来不看经本片 这个就是没有妄想啊 上台也就是胡说八道啊 这个要很谨慎 我这一招学不到 学得很威胁 你一到什么时候 人家请你什么经 经本的忘讲 他也放 毫无准备 讲完了也什么都不知道 那那可以 你能保持清净心 否则的话 说多了总会胡思了想 那个很麻烦 那个对自己有很大的障碍 不可以不知道 隐瞒神 到清净心献行 那就可以了 古人的标准 宗门 禅宗是不看文字的 慕之残血 开悟之后啊 看经了 所以宗门者 悟后祈修 开悟之后 看经 他心情境 法于非法 都不知足 这个时候看经 定会等持 看经 不为精准 这是修定的 不被精里头文字所转 这是修定的 经文当中 所讲的理论 方法 境界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学会 所以那个金本一展开 一浏览 它是定会等下 不像我们的 我们今天那个金本一打开 胡思乱想 那不能跟人家比较 所以那个每个人的功夫境界不一样 教下也需要大开圆节之后 才能够逛学到位 所以总而言之 要记住四红试音的教训 四红试音 实在讲是师征 教导我们修行 四个阶段 第一 你一入佛门 劝你发菩提心 发什么心 上求下化 众生无病 实验度 你要发这个心 这个心是 这个心是菩提道上的动力 推动你 勇猛进进 你不会懈怠 不会退转 因为你感觉你有责任 我这个责任 要帮助一切众生 破迷开我地铺的路 我要帮助他们 当然要成就自己的道德 学问能力 我没有智慧 没有能力 那个院是空的 那怎么能帮助别人 所以心要发院 发院之后从哪里做起呢 断烦恼 断烦恼 成就自己的品德 烦恼断了之后 学法门 成就圆满的智慧 然后才能成佛道 所以四红试验是四个阶段 没有说 反倒不断学法门 哪有这个道理 没有这个道理 现代人学佛 成疾不如古人 现代人表面上看起来 佛报比古人大 古人要想对付经典 可不容易啊 到寺庙藏经楼 借出来 超 多辛苦 现在这么好的版本 印出来 这是现在人的佛报 比从前人大 从前人晚上看书 那个油灯 一根灯草啊 新加坡人恐怕没见过 大概在大陆上人见过 乡下那个油灯 一根灯草啊 我们小时候念书 在学校里面 学校里晚上上自修 一个人一个油灯 一根灯草 哪有现在灯光这么明亮啊 这都享福啊 坐在这里还得吹冷气 富士降了 成疾不如人家 这个道理在哪里呢 人家是从断了烦恼 在学校里面 我们今天修佛了 前面两院不要了 那个化院度众生是假的 看到这个也讨厌 那个不喜欢 不读他 所以不是真的 今天也不想断烦恼 烦恼天天振扎 从哪里下手呢 从学法门 学了法门呢 就要成佛道 空中楼国 不从基本上学习 所以没有成疾科研 学了一辈子 没有成疾科研 依旧是轮回线 还干的是轮回业 那怎么能成功 这就是跟四红试验的颠倒 没有能够依教风险 这个原因在此 果然能够依教风险 念头转过来 念头转过来 也就转过来 念头转过来了 给诸位说 就是转实成天 转烦恼成菩提 转染成静 转迷成觉 就转过来了 所以我们今天转气 转成阿弥陀佛 就对了 阿弥陀佛 那个意思是 不无量觉 翻成中国意思 无量觉 虽然不觉 可是天天向无量觉这个路上走 总有一天呢 大车大路 就真的是觉无量 觉了之后 外面这些无相感的境界 原来全是自信 所信者 行是山后大帝 一切众生 原来通通是 这就是妙进明心 信进明心 信进明心 妙进明心是讲的色相作用 信进明心是讲的真书不尽 原来通通通是这样 这真是所谓 成佛了 看到所有大地众生 故故都是佛 这个意思 就这个意思 一切众生都是佛 花草树木也是佛 没有一样不是 自己成佛 我们今天看这些众生 这个面目扩散 那个很不高兴 诸位想想 这是什么心啊 这是什么业啊 这是三我道我 我鬼地狱出生啊 干这个 骑这种心 造这个业 你说多可怕 我们看到一切人都是好人 一切事都是好事 你才是个好人 你才做的好事 我们躲到这个地方 这个道理想的 从今之后 就看我们自己怎么个转发了 那么这是讲到 那么这是讲到法法戒儒的真实意 这个两文字 不读 确确实实 将一切法的真相 读法实实实意 为我们说出来了 再看底下这一段 齐心论 大乘齐心论 马明菩萨所造的 马明菩萨的著作 当中有这么几句话 此真如体无忧可欠 以一切法习皆争故 业无可略 以一切法皆同如故 这两句话很不好懂 因为不是我们的常识 是祝福与大菩萨们 他们所见到的 真是所谓祝福摄像 宇宙人生的真相 真如体就是我们的真心本性 真心本性是究竟圆满 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不苟不见 千是千离 那怎么能离 没法子离 就像我们现前的虚空一样 虚空没有边际 我们怎么能离虚空 你说这个教室 我们离开可以 出了门就离开了 可以离 虚空怎么离 真心本性就像虚空一样 没得离 但是望心可以离 望心就像我们教室一样 可以离 真心本性 以一切法皆真 一切都是真心本性 变现出的相分 真心不能离 真心所现的相分 那怎么离 也不能离 所以前面讲的 佛教跟我们历史 历分别指着那个妄想的相 就是你心里面牵挂的那种相 那个是完全是假的 佛教跟我们历了之后 心就干净了 清净了 心让心一念不生 一念不生的心就是真心 就是本性 就是能变一切色相的那个本体 也无可离 也许同修们 有听过佛门 有这么一样一句话 佛师门中不写一法 上面这句意思 不写一法 佛师门中不写一法 不写一法 是建立 为什么一法都不能建立呢 因为一切法皆同如故 一切法就是真心 就是自信 你立什么 上自祝福的净土 下至阿比地月 要知道 相虽然有差别 体都是真如 都是自信 自信 自信为什么 信这么多差别相呢 因众生的信念不一样 他念什么 变什么 就是这个意思 发发皆真 哪有可离的 没有可离的 就《乐年经》上所说的 随众生心应所知量 随心应量 当初出生 当初灭尽 当初出生 当初灭尽 就是假 这是云生之法 当体皆空 能量不可得 我们要把这个 四十真相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那个心自然就放下来 自然就清净 那你自然就快乐了 你不会再有忧虑 不会有牵挂 也不会有恐怖 许致 摩六菩提 摩六菩提 就是摩六多罗三秒三菩提 即使真如之一名 就是真心 就是本性的别号 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真如 就是自信 就是真心 若住于此 认识取向 这个不能住 也住啊 你这个心里头 又有一个妄想了 我修 我修什么 我修摩六多罗三秒三菩提 我将来证得摩六多罗三秒三菩提 你不有住相吗 佛教我们要离相 就是离这个相 那么摩六多罗三秒三菩提 是真如是自信 真如自信 有真理 这就是一切法系真 那可不能理 你心里头有执着 有污染 真心你就见不到了 必须把心底这些污染 通通去掉 通通放下 真如本性 自然下去 那么佛不得已去 去叫个名字 你真的无上菩提了 其实 你听到佛说这句话 听而无听了 绝对不会有一个念头 我真的无上菩提了 你要有这个念头 你四相具足 那是凡夫的秦职 那不是智慧 诸位果然 把这些意思听明白了 你去读无量寿经 看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平等的境界 你就不会疑惑 经常讲 西方极乐世界 人多 那个人数之多 没有法子计算 那么多的人 都没有姓名 都没有名字 所以有人就怀疑了 人长得都一样 又没有名字 那张三离四不就搞乱掉了 大家都跟阿弥陀佛像一样 到底哪个是阿弥陀佛呢 这问题严重了 那是你不明这个道理 你才有这些疑惑 才有这些分别执着 实在讲呢 这都是无视界来 着相的习气 这个东西在做事 统统放下了 心地清净光 相貌虽然完全都一样 他的来历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每一个人六种神通都具足 他没有到极乐世界 之前是在哪个世界 从哪一道里头 你多清楚啊 那怎么会 不能去别呢 西方极乐世界 大家住出 也没有街道的名字 也没有门牌号码 那么大的地方 你要找一个朋友 找个同餐道友 到哪去找去 你这个念头一念 那个同餐道友就先去 你也不必去 他也不必来 就先去 不可思议的境界 所以要晓得 佛教给我们 无助 是无助的生活 要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若读于此 那就是取向 有所取便有所利 并非一切发解 所以 与四师真相相伪 相似就是 迷惑颠倒 逆心而行 祝福菩萨 一切是顺心 随一切自信 而凡夫 是随一切妄想 随一切烦恼 所以他高留到轮回 我们念 普贤菩萨十大月王 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实实在在讲 这个十大愿王的名称 每一个人都会背 天天在扩颂 都要念 一切离清祝福 二切称赞如来 天天都要念 天天 意思呢 没几个人真懂啊 你很顺众生 你顺什么 顺众生的烦恼 顺众生的袭击 那个麻烦大了 所以你要晓得 十大愿王是谁修的 发生大死 不是反复修家 没有破无名 没有见本性 修六度 修三许 没有叫你修十大愿王 十大愿王是发生大死学 他恒顺众生 恒顺众生的发息 不是恒顺众生的发相啊 是恒顺众生 一切皆辱啊 他顺的是这个 我们怎么会想的 所以我们往往看到了几个字 把这个意思错灰了 还以为我们没错呢 修谱先行呢 那么这就是 你多读大成经的意思 才会明白一些 发发介入一段经文 在第一百二十节到一百二十五节 一百二十节就是底下的 这个一段开始了 明发发介入 这一个整段 注意看你们的本子 后面有个颗盘 大家可以翻开来看看 科盘在第九页 科盘的第九面 下面有个阿拉德兹 第九面 这里有个表解 这一段正好在表解的当中 表解的当中 这个是明古 明古的前面一段 是明无得而得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一段 底下这一段呢 明发发介入 你看这个底下这个 这是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段到一百二十五段 这里分四个段落 第一个是曰明浩 明如 第二段是曰古德 明如 第三是曰渡法 明如 第四段是曰报神 明如 讲发发介入 这一段 你就会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了 那么这是群经当中 很重要的意思 一切大乘佛法中重要之一 金刚经是整个大乘佛法的纲药 金刚经当中的药义 当然是一切大乘佛法当中的药义 向后所说 无非三法词 下面这个经文 就是发明这个意思 正臣这个意思 词是世子 将自己清正的 喉怕脱脱 降为开示 必众生由此而无辱 所以这段经文 很难读 使者将他自己 修因正果的经验 亲身所经历的 为我们说出 提供我们做参考 希望对我们修学 恶如能有所帮助 修行 首先要开解 首先要明理 就跟走路一样 就跟走路一样 走路首先的条件 要认识路 你不认识路 你怎么能走得到 这个佛法修行也是如此 天天的讲经说法了 就是认识路 走路不难 认识路很难 果然认识清楚了 走起来或不累 也会很快就走到 这个认识是相当不容易一段事情 当之法法戒如 法法戒如 这四个词 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戒心 如是吗 如就是心性 怎样才能见到性呢 刚才讲的 一切法五不是自信 因为一切法讲法相 相是自信变的 那怎么不是自信 一切法戒是自信 我们为什么看不出来呢 我们的心不明 如果你的心要明了 你就会看出 一切法戒是自信 一切法莫不平等 生佛平等 众生更佛平等 众生是将九法戒的众生 不但我们更佛平等 阿比地狱众生更佛也平等 温虫蟒蚂蚂蚓跟佛也平等 为什么呢 同是一个自信所现的下 古德所谓 一进做七 七七皆进 它是平等 我们见不到这个平等 就是因为我们的心 迷惑颠倒 所以修行没有别的 明星而已 心本来是明的 现在不明了 为什么不明呢 世尊在华言经上说的很清楚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明 这是世尊才叫我们无助身心 无助身心就是淘汰 迁徒妄想执着的一个方法 非常巧妙的方法 你要从这个地方真正觉悟了 明白过来了 你这个正果那就非常非常快速 真正是生佛 那是一念之间 一个念头彻底转回来了 就成佛了 我们今天对这个道理 四十真相 好像有那么一点懂得 四懂非懂 境界转不过来 你要问什么原因 还是没懂 果然懂了 哪有不转的道理 譬如 我们这里有两堆 一堆是沙土 一堆是金山黄金 现在叫你 你去选择一堆 如果你要认识 那你一定取黄金 不要沙土 你不认识 这个沙土不错 颜色也很好看 你取这个 你就不去黄金了 关键在你 是不是真正的认识 真正认识 没有不转 一转过来 立业功德 无量无边 哪里还在六道里都受苦 受这些灾难 没有了 一转过来的时候 智慧 获得样样的圆满 所以你今天 还是不肯转 没有别的 还是没听懂啊 我当年刚刚学佛的时候 刚刚接触佛法 清津张家大使 我就向大使提出的 我做佛法的修学 跟孙中山先生讲的学说 一样 知难行义 大使点头 真的是知难行义 一点就能开悟 就通了 知难 所以释迦牟尼佛 视线在世间 为我们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你才晓得知难 有人四十九年 还不会啊 还没懂得 行容易 你看念佛人 若一日若七日 就得一心不乱 就自在往生 可见这个不难 我们在净土神仙路 在往生传里面看到的 确确实实 又念佛了几天 往生 他也不生病 走得非常潇洒 非常自在 非常自在 不难 难在知 把这个道理搞清楚 四十真相搞清楚 这个才叫难 当知发发节鲁 若其正道 彼能行处 这个发发节鲁 正道是他真正名格 真的懂得肯定 底下那个行处 他做到了 正道之后 他一定会做到 下面呢 为我们举一个例子 形式出如意 如除无量界为一刹那 除时速短 无量界 这个是长时间 能把无量界 速短变成一刹那 以一刹那为无量界 也能够把一刹那 把它延长成无量界 时间不是真的 如果要是真的 那怎么能够随意 延长随意速短 这个在 我们佛门当中 就有非常明显的例子 释迦牟尼佛讲华严经 用了多少时间 二七日 也有经历的时候 三七日 就算三七日 三七二十一天 他讲了多少 龙树菩萨看到的大本化也 十个三千大千世界 为成集 一四天下为成品 那要讲到什么时候 无量界 把无量界浓缩成二七日 这是个明显的例子 如果你要不相信 我不晓得 现在学校里头的过文 有没有黄粮梦 黄粮梦是唐朝时候的碧极小书 在这个中国文字写得非常美 很有名的一篇小说 在从前中说过文括本里面就有 也可能是一个四十 这一个秀才 走到一个古庙 庙里的庙竹 看庙的老道 在那里住黄粮 黄粮是什么 小米 高粮梦 高粮梦 很容易 很短的时间就住熟了 比一般的梦的时候 时间还要短 这个老道 刚刚生了火 就在旁边打磕水 这不是老道打磕水 是秀才的打磕水 他在那里做了个梦 梦里面他考取了巨人 又考取了静思 又做了官 不断地升官了 几年升到宰相 这个是对他好的人有恩 都报了恩 对他不好的人也都报了仇 到了七十岁了 要退休了 高劳还乡了 几十年的时候 一家梦行了 梦先生 黄粮还没煮熟 老道在这儿打坐 老道有神通 有定力 看到他做梦 他醒了之后就问他 怎么样啊 你这几十年过得如何 几十年的梦中的光阴 黄粮还没煮熟 也刹那了 这就是长的时间可以说短了 短的时间可以延长 人在不得意的时候说是度日如年 可见的时间是假的不是真的 他可以延长 一戒指纳心 一戒指纳心 辩苏婆为尽头 知此四次无碍地位 方许说此话 法法戒儒 不简单了 不好熟了 什么人才可以说法法戒儒呢 要有这个能力 这个能力 就是法身大死 破一瓶无名正义风法身 就有这个能力了 可以把无量阶浓缩成一刹那 可以把一刹那变成无量阶 可以用芥菜籽 芥菜籽很小啊 像芝麻一样啊 把须弥山装到芥菜籽里面 芥菜籽没放大 须弥山没放小 这叫四四无碍地进行 并苏婆为尽头 这是华言 四无碍境界里面 四四无碍 要到这样的地步 才许可你说 法法戒儒 一切学人 为当下 法法戒儒上 关照 那么不许我们说 为什么世尊又在金刚经上这样说 明明晓得 我们都是业章很重的反复 不是法胜大肆 为什么要说呢 这是如来的慈悲 虽然不是我们这个境界 我们知道 知道法胜大肆的境界 让我们向这个方向去境界 那就对 就没错了 要向法法戒儒上 观照 观照这两个字要搞清楚 要常常这样想 佛这个看法 这个想法 是正确的 法法戒儒 这是事实 这是决定正确的 事实真相 我们今天看到一切法不如 一切法有障碍 不是一切法上有障碍 不是事实有障碍 是我们的妄想分别 执着上产生的障碍 哪里是事实有障碍 离事没有障碍 事实没有障碍 所有一切障碍 都是我们的妄想分别之主 就这个都没在作祟 这是我们错误的观念 那么怎样转这个观念 如果遇到困难 遇到障碍发生 想到精干精神 法法戒儒 一句不够 多念几句 那个心就平了 那就不再那么执着了 也不再那么分别了 一敬千七 我敬遍继之千之 这法相中讲的 遍继之 法相中讲的三心 遍继所致信 那个一踏其心 还有个东西引起你 这个没有啊 便是普遍分别计较 遍继所致信 从哪里生的 无实界来的妄想吸气 其现行的时候 就变成了 遍继所致 一气正如 四位可 所以我们要常常想到 当我们心不平的时候 当我们见解 思想 跟佛所讲的不一样的时候 想向佛在经里头的教训 这叫做观照 那如果不会呢 不会就通通念阿弥陀佛 也行 归到阿弥陀佛 也平等 也清静 也就立一切 当然 都是去情之点 一个方法 妄想分别执着 没有了 境界自然就现象 因法法皆如 则法法皆真 真心 所有一切法 都是自信必信的 这段事情 法相中讲得详细 信中 只说个六数 信中的人 聪明 稍稍一提 他就明了 法相是对忠相跟心人说的 要不细舍 没有办法理解 我们简简单单举一个例子说 我们以见这个色相 第一眼 第一眼见的 是真相 第一眼见的是什么 戒乳啊 发发戒乳啊 可是那个第二眼的时候 编了 就不如了 第二念是什么呢 他有了分别执着 落在意识里 所以主要记住 什么叫第一 没有分别执着 没有分别执着 所以是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你看这个色相 这个时候是见性 见色相 能见的 如 所见的 也如 发发发 解乎 发发平等 发发 清净 没有分别执着 这两天 外面有个小册子 那个金山和佛 你们看看那个金山和佛 金山和佛就是这个境界 他没有分别 人家供养他好的菜饭 他也吃 人家吃的 不剩一样 丢在地下的 拉拉扎扎东西 他拿的时候 他也吃 别人吃的时候 不得了 肠胃决定 接受不了 因为他没有分别 那个草票上 多少细菌 他肉无其酥 他没有分别执着 我们是因为 有分别 有执着 所以我们见到的 不是现场 我们见到的花 是不是真的 已经见到的 不是 我们没有见到 而是眼神 眼神 眼神像个照相机一样 照到外面的境界像 里面呢 有一个形象 你们学过 我也是想的 心心俗 都有四分 见分 相分 自证分 真自证分 都有四分 所以眼神 眼神 眼神的相分 眼神看到外面这个色相 眼神就有了一个相分 什么人见呢 第六一世间 第六眼神是分别 他才分别 这个是花了 这是黄色的 那是红色的 眼神没有分别的 眼神像这样 他只接收 他没有分别 那么第六一世 是不是分别了 眼神的相分 不是 第六一世 从眼神像分里的传播 传播 第六一世 自己有一个相分 第六一世 他也四分 他从眼神的相分 传播过去 可见的 眼神的相分 已经是假的 他现在假中之假 第二个传播 传到这个 第六一世 第六一世的见分 分别自己的相分 如果执着呢 第六一世不执着 只分别不执着 莫娜是执着 莫娜是怎么执着呢 莫娜是要从 第六一世的相分 再传过去 好像这个广播电台 一个现场 转到这个台 这个台再转到那个台 那个台再转到那个台 那个第七十的见分呢 分别他自己 是第三次第四次传来的 这个假相 与外头相 不相看 外面是现场 佛教我们立相 就是立这个相 立心心所的相分 佛教我们立今 是立心心所的界分 与外头境界不相看 外面那是现场的境界 外面境界是地拔阿赖耶 实地下的境界 本执境 那个其实跟这个星所 像带执境 这是相中讲的详细 你要了解 哦 佛教我们立相 立今 立什么相 立什么见 搞清楚 不是外面阿赖耶的情相分 不是这样 是立心心所 那个见分跟相分 精刚精神讲的 立一切相 立一切见 就是指的这样 所以有为师的常识 我这样一说 你就会很清楚 很明白 那个东西是障碍 外面这个境界没有障碍 所以清梁大师讲的 离死无碍 死死无碍 它不会产生障碍 对你修阴正果 都不会造成障碍 造成障碍 就是八十五十亿新所 的见分跟相分 要不要不要张开 我们再看这段文 因法法皆如 则法法皆真 这个是讲的 真如本性所先的相分 这个相分 是一真法界 历了八十五十亿新所 那个境界就是一真法界 如果还世八十五十亿新所 用死 那就叫十法界 设法界是虚妄 设法界里面 都免不了情之 妄想之主 严重的 就是六道 比较亲的 就是四圣法界 身分 原觉 菩萨 佛 这个佛 是藏教佛 通教佛 这个在世法界里面 别教的佛 超越 别教佛 在一真法界 但是藏通佛 在世法界 为什么呢 他还是没有离开心意识 只是那个心意识 用的善 用的正 六道凡夫 这个心意识用的不善 用的习 习之写进 那么四圣法界 正知正见 你看那个 摩六多罗三家三 菩提不是 无上正等正确吗 四圣法界是正确 可见 他不实现这些经 他是正确 环是用的 即使 没有离开 阿赖耶识 必须到 破一篇无名 正义 真心了 这个时候 波庸 阿赖耶识 所谓是 转霸 十 乘 死 之 他用的是真心 这不是妄型 在白发明文里面讲 到这个时候 同身心 跟佛用的心 四国罗汉 冷言会上 摄迅迦 摄迦牟尼佛说 他们用的这个心 又为妄想分别隐次 不是真心 那是阿罗汉 阿罗汉 辟知佛全叫菩萨 由此可知 依旧用的是妄型 也就是用的是法师 他用的正 所以叫正确 不能叫正等正确 等是跟佛一样 没有佛那么圆满 佛是用真心 真心 用真心 正等正确 所以四十亿未发生大事 都是正等正确 他破一篇无名 他用真心 不用八十 是转世成智 那么楠言经的注解 明朝交光大使 他的注解叫正门苏 他老人家就是主张 实业实业 实业有根 的确 他说的没错 是根据 楠言的教义 发明 这个说法 但是这个难 古代 古代 这些大德门 注解 任言经的 没有说这个 古代的时候 任言经的修行方法 都采取天台大使的 三知三观 那么说成三知三观 他也有的道理 因为智哲大使 一生 鸟目 楠言 楠言没到中国来 所以他住了一个拜金台 现在有人到这个大陆去观光旅游 有没有看到智哲大使的拜金台 他每一天向西方礼拜 希望这部经典能够到中国来 经典来的时候 他老人家早已经化身了 所以他一生没有见到 那么当年 他为什么要拜这个任言经 是因为他自己 发明修行的方法 三知三观是他发明的 曾经遇到 从印度来的高僧 就是印度的法师 看到他这个方法非常赞叹 说他这个方法 跟任言经上所讲的 非常接近 于是才知道有任言经 所以任言经到中国之后 因为有这么一说 大家都用天台大使的指观 来解释 舍摩他三摩禅诺 但是 焦光大使不赞成 焦光大使认为什么 三知三观还是用点 八十五十一正所 跟乐言的交易也不相同 乐言是用根性 但他不用心心索 所以他的这个诸解 主张 谁是用根 就是说眼睛 用见心 见不用眼识 听呢 用闻性的闻 不用二识 当然这个难 这有没有例子呢 有 观世音菩萨 反文文字信 就是这样 所以焦光法师讲的 非常有道理 观音菩萨这个听声音 不是用二识听 是用文信 所以说 翻文文字信 信称不上道 那不是一般人能用得上的 就跟金刚经上 这是元初著菩萨的境界 不是反复的境界 那么这是我们从这些大经大论里面 体会到这个经义地区 是有它的深度 所以前面教的 金刚经的后半部 为神无前 它确实有神 所以你只要用见心 像焦光大师讲 写石用根 那法法皆如 法法皆正 那就不一样了 法法约 是法诸法为 世间相长 这一句话 也是很不容易理解 世间相长住 就是永远不生不灭 不病不坏 这世间法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人有生老病死 那花又花开花谢 这哪里叫常住呢 其实真的是常住 我们看到这幻想 变化是幻想 为什么呢 我们是用生灭心 看外面的境界 都变成生灭的境界 佛菩萨 为什么看到世间相长住呢 佛菩萨那个心 那是不生不灭的真心 看到这个世间一切化 不生不灭 由此可以证明 佛在经论上常讲的 没错 相随心传 这个相世将 山火大地 一切万象 不仅仅是身体 所以前面讲这话很有道理 五蕴六根 一切山火大地 这个说的很有味道 五蕴六根 是将我们这个身 身向随心传 除了身向之外 山火大地 也都是唯心所变的 也是随心所传 静随心传 诸位如果真正透过这个道理 了解这个四世真相 你还要去看相算命吗 你还要去看风水吗 不需要了 风水什么呢 随我心转 我的心善心好 那个不好的风水 你到那些株就转好了 你的心不善不好 前一个看地里 看的好风水 你到那些株 那个好风水变坏了 这是真理 所以那个看风水的人 也有一句 有一句话 还是很有道理的 那个不是欺骗人 父地 父人居 父人居父地 所以修福很重要 你真正修福 你住哪个地方 那个地方都是佛地 你要没有佛报 什么人家帝王的那个风水 你到那里去 毛病不除 你也样样不如意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用不生灭的心 那就是妄想分别执着 统统断尽 那个时候 你的心清静 你的心不动 你看 所有一切万法 那佛在法华经上讲的这两句 你就同意了 你顶头了 没错 我讲的一点没错 事法 主法位 世间相长 事法是泛指一切法 一切法都住在他本位上 没有生命 故一切法清静本然 清静本然是《楞严经》上说的 跟法华经这个意思相同 绝非造作 古约五位 不要以为 好像我们这一切法都是有意的造作 我们看新加坡一栋一栋大厦 天天工人在设计工人 这不都是人造的吗 造的 那是语言 其实这个现象 心地清静的人 几十年前 几百年前 几千年前 释迦牟尔牟尼佛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那怎么是你造的 你要造的 为什么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就看到了 那我怎么没有造之前释迦牟尼佛怎么看到 可见得早就有了 你不过是加一点语言而已 那么这个事情我相信有不少人能够同意这个说法 所以有预先知道 知道 这个是中国外国都有所谓的预言 能知道几十年 几百年 甚至几千年以后的事情 要发生什么事情 可见得 那不都已经好像是注定点 都已经是现成点 哪里是造作呢 既非造作 那岂不是清净本然吗 岂不是世间相常珠吗 这个叫我 一切贤身 莫不羞辞正识 但因公恨之浅身 固有沉险沉胜之差点 金刚经上也这样说 一切贤身皆以无为法而有差 他就是修这个无为法 正这个无为法的时候 功夫浅身 所显示的 境界不相同 那么无为法是什么 就是无助身心 身心无助 这个就是无为法 那么由此可知 一切诸佛如来 从初发心 一直到正的究竟圆满着国位 修什么 就是修无助身心 身心无助 这是行门的总纲领 展开来 八万四千发门 无量发门 无量发门 也就修一个 应无所诸余 二生其心 八万四千发门 还是修一个 无助身心 身心无助 这个是把总纲领 总原则 为我们说出 底下讲 喉盘脱出 一丝毫的隐瞒 都没有 那世尊将他修行真果 原原本本 统统说出来了 金刚经事 全部说出来了 不像其他的经典说 说出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 没说 金刚经事 彻底圆满地到处 若领会得 法化皆如 无尽情之之病 嫉妒亲近 这见相及见性 头头使道 无所不可 这就是诸佛菩萨 事先在六道 事先在人间 所谓的是游戏神通 为什么呢 人家是确定了解 宇宙人生的真相 他所有一切的活动 跟真相完全相应 丝毫不违背 我们常讲 随身发现 所以他得的是大自在 他得的是大圆满 中门讲大自在 密教里头讲大圆满 到这个境界 就通通读得到 今相就是前性 为什么呢 刚才说过 立心意识 他所用的是六根根性 六根根性 见外面不是六成 是见性 见性 见色性 闻性 闻生性 见闻觉知 对的通通是性 那不叫尘 用石对外面 叫尘 尘是污染 把我们清新心污染 根性 不不然 所以外面也不是沉静 是色静 这叫明心见性 静相就是见性 所以叫头头是道 左右逢远 无所不苦 喜欢怎么表现 就怎么表现 我们在经上看到 特别是在华语 看到五十三餐 那五十三位 五十三尊佛 在金刚经上讲 那就是祝福 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语言叫出祝菩萨 就叫佛 他就有能力 应以佛生而得度 他就实现佛生而得度 所以叫见性成佛 那么无 善财同志五十三餐 五十三位都是佛 每一尊佛 现的像不一样 每一尊佛 实现的生活方式 不一样 真的叫无法八门 无所不可 无所不可 故 就严重了 那是拙相不见性的 确实有人误会 生死就涅槃 哪个人不入涅槃了 要修什么 因为死了就入涅槃 哪个人不死了 死都入涅槃了 何必要那么苦修呢 不必要修到时候都入涅槃了 何必要求菩提呢 烦恼就是菩提 成天生烦恼 那就是菩提 就是个大错特错了 这个话 所以前面讲 不能说的 你没有明心见性 不可以说这个话的 所以讲的时候 前面讲的 你有能力 把这个无量节 浓缩成一刹那 一刹那能够展开为无量节 才许你讲这个话 你要没有这个能力 这些话 维莫居士可以讲 最圣王可以讲 你不能讲 人家讲这个话 是真的入法化皆如的境界 他说的没有过时 我们没有到这个境界 说这个过时可大了 今天时间到了 有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